7.4 冥神之...诶 冥神之语 2个流亡者 没差 脆弱 被比较痛 怪物生命 不会晕眩 不会晕眩其实也有差 但不会被我的飞刃定住 93% 额外火焰伤害 打 超灵啊 我只有打过旧版的 新版的也没打过 好痛啊 诶 怎么这么痛 是他额外火焰伤害吗 糟糕 诶 先不要踩 还是他一定要踩到 我没有 没事 没事 他在角落 我那不会踩到吧 賤哦 怪都站在 站在上面 反正会引过来 太卑鄙了 怪竟然站在裂痕上面 可以再卑鄙一点 全害我踩到裂痕吗 诶 怪了 有两只 我还是先把Boss打死 比较保险 不然又被我玩到没有门 我被噴下雷射光 不知道会不会死啊 83% 还是82% 诶诶 下不去 rejoice 很好 死人 81% 不要用了 好 改一下我过滤器 可能84% 不管老是出现一堆 78%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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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嘿 为什么 可能是 背 空箭手 好激活 死在小怪手上 超不甘願的 這ES還不夠 才5200 還是要換裝 還是自己來洗算了 頭盔洗個400 這樣可能可以多個 不好洗 可能有1000ES 應該會有1000ES 被小怪打死啦 脆弱詛咒也是很恐怖的東西 更多 這隻大概有 地圖有兩種傷害就不行了 兩種增傷死罪 應該是被哪裡打死啊 這裡嗎 還是在下面 還是下面 我需要更多的能量護盾 這裡沒路 死路 死路一條 又兩個裂痕 有足夠多的門可以玩那個裂痕嗎 先把BOSS打死再說 喔BOSS在這裡 便宜 可是我打過就圖 SON 新圖呢都沒打過 應該就傷害比較強 不~~~ 40噴 ладно 會丟石頭啊 不要吹我 わ咦 雷射光 ёл一下 減減減 他之後他死掉的時候可以嗆他一下 地底之盒 地底之盒打破了 奇怪 那麼高ES的 到底都怎麼撐抗性的 超懷疑的 地底之盒 地底之盒 數一下7 有了 撿東西 加開裂痕 裂痕怎麼那麼多啊 兩個欸 蛋白石戒指 第一次打到這顆 之前 咦 上個聯盟王用收的 有收到戒指啊 好像沒收戒指 元素傷害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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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s沒死啊 被小怪打死 這叫我情何以堪 這問題是 應該不是機體的問題 是個人操作的問題 肯定是偷懶沒按水 然後就死掉了 前面還有一個裂盒 那樣撿不起來啊 這樣撿不起來啊 耶... 塞得下啊 讓我想一想 好像可以欸 好像可以欸 好難移喔 硬塞 有三個門 還有一個沒有跑速了 有點低啊,應該沒用 71 鞋子一定出跑速,可是這樣又沒加,哇這個好像很猛耶 可能那個加巴能力值不要就好 單手舞,爪子,這個不就是刀鋒用的嗎 除了那個加巴能力值蠻愛演的 這個不錯,大決鬥場 所以我能打嗎,大決鬥場 沒打過耶,大決鬥場 得瑞鎖 我覺得我先打個白的看看 完全沒信心 旁邊那個,在地板的那個,刀太噁心了 那我先把那張圖開起來 62 這張靈神之運 叉叉 前面還有一個裂痕 要唸一下,不然會忘記 唸一唸,有時候也會忘記 唸一唸 下一隻 差點會被小怪做掉 不要這樣好嗎 我只是偷個藍沒有把水都按完 只按了個跑水 唷,卡了一下 又一張大決鬥場 阿是怎樣 叫我去挑德瑞鎖就對了 先打一張白的 可是我白的已經開起來了 不可能吧 沒有打過這張的印象 大決鬥場 大決鬥場 琪梅拉也沒打過 沒有打過還可以解到37 只有去補刀 撲殺有沒有 不對,那個是鳳凰 是琪梅拉 欸,多一個 1,2,3,4,6 限定 撿不起來 盾牌不要 盾牌還沒有一個換射石之前 應該 連一個換射石都不值得 盾牌 好像有點慘 有9隻跟一個裂痕 那點很不好還在不在 欸,還在還在 喔,OK,開個門 會死掉啊還是要開一下 踩 喔,火的欸 竟然差點死掉,為什麼 好多喔 那張屬性怪物有增 啊,有增傷 還被脆弱 終於被打到超痛 糟糕 沒事沒事 這裡好多隻 先用長杖 打彈器對不對 啊,打彈器 果然是地雷杖 外號打彈器 欸,地雷杖也是外號 好吧,我已經忘記 那個叫手鼻子了 地雷杖外號打彈器 喔,你一個 全杖要用那麼多抗性幹嘛 有人武器會帶抗性的嗎 應該沒有啊 出在奇怪的地方 好好的一個抗性 為什麼要放在那麼奇怪的地方 大決鬥場兩仗 等等打個白了 沒信心啊 這為什麼沒辦法佔裝呢 我這隻沒辦法 別人可能可以 這個護盾太低了 喔,應該也吸不回來 剪,剪,剪,還有什麼要剪的 還要傳送卷軸 哇 好,隨便剪,剪一點點東西回去 還有東西可以剪嗎 呃,沒了 剩餘一隻怪物 這隻是 不太好 就算了 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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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